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市议员郑凯玲 自来水公司一区处人员和市政府公务处 以及安乐区长当地里长等人听取施工简报 预定从8月底开始 泰换这个区域双向400公尺长的老旧自来水管 预估明年中旬会全部完工 让这个区域大约2000多户住户的自来水供水 会更稳定 安乐区大五轮地带 其实当初在都市规划设计的时候 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 这边会有三万个安乐区的居民居住在这边 所以说我们这个水管爆掉的事情 从2021年跨年那一天我就开始看 那中间我自己本人也在这边看了三次 三次以上这个水管爆掉 然后我们要赶快修地下水管的事情 那既然说现在已经到三万人 那我们每天他们每天的生活用水 都是用本来四十几年前 可能那时候都市计划不到九千人的水管 去打上去硬压上去的话 这水管破旧了而且水压也未免太大 所以这次沛翔特地蛮幸运的 可以保留预算争取到将近两段工程 将近四千万或四千万以上 来去做这个我们安乐区大五轮 基金一路的地下水管的整个泰换的工程 那因为这个泰换工程 尤其是我们看到基金一路 车流量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也要特地 我特地欠请我的前同事 我的好朋友 这卡林正义座 一起中央地方一起联手 务必要说在明年中旬的时候 能够顺利地把这整个基金一路 基金一路的我们最常看到漏水的这些水管 一次把它态换完让我们安乐区大五轮三万以上的 居民能够顺利的好好的用水 不会想说怕说有天忽然停水 然后或者水管爆掉之苦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配翔委员 这么努力的来争取把这个经费能够保留下来 放在我们大五轮地区来整建我们的水管的一个工程 那在这边我们也希望说 交维计划的部分能够赶快地尽速地能够完成 让我们这边的一些水管的工程能够尽速地改进 而且因为刚才委员也有讲到说 这边直接到了明年年中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整条路线 从我们这个112巷口一直到我们的北京华夏 这整段的所有的水管都能够施工完成 态换完成 在这一段期间 当然我们交通的部分一定会非常的客难麻烦 所以也希望说各位经过此路段的所有的好朋友也要注意 立委林佩祥和市议员郑凯玲也要求水公司务必和市政府配合 一起做好施工期间的交通维护管理措施 避开上下班尖峰时间进行施工 把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 也尽力依照骑程完成新的自来水管的铺设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充满热力和爆发力的2024扬明海运主办的跨联盟篮球邀请赛 将从8月24号到8月31号之间在基隆市立体育馆登场开打 总共有包括TPBL连队 SBL台湾啤酒 台湾银行亚大蓝代表队 彰化不利利 U22精英潜力培训队 以及菲律宾大学和曼谷大学两支外队等八支球队参赛 那我第一次拜访同一长的时候 当他的一个办公室有发现 他最主要的工作应该就是NBA的球鱼 还有棒球的球鱼都放到他的展览里面 他没有介绍市政 他是介绍这些的球鱼 而且代表说他真的很热爱运动 包含他对所有的篮球棒球的球性如数加征 那也是借由同一长的关系 让扬运台运这次能够冠名赞助 让我们赛事能够更加的充裕的能力跟经费 可以邀请到今年有两个外队来到台湾 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除了我们SBO的三师禁语外 包含了亚大蓝的代表队 还有包含二岁期以下的培训的队伍 这项邀请赛完全免费开放民众入场观赛 协办单位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呼吁 喜欢篮球运动的好朋友们 踊跃入场观赏好球赛 也为所有选手们加油打气 那非常谢谢我们谢谢议长 谢谢我们篮协的所有工作人员 大力来支持我们基隆篮球运动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也非常特别 包含我们要求赛第三季 第三次 那我们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最近的奥运 然后我非常羡慕这个日本队 真的有这个机会赞上奥运的舞台 也希望我们台湾有照一日 有机会可以赞上这样的国际舞台 所以蓝鞋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更多的年轻球员 可以投入更强度的一个比赛 然后这次也邀请了曼谷跟菲律宾大学 来台湾来给大家做一个交易 我想在未来一定对我们的篮球运动 相当的帮助 这场邀请赛也将是台湾南谈喜秀 大显身手的最好舞台 记者吴俊松 基董报导 画面上是爱三路跟仁二路口的车道 在尖峰时刻执行的两个车道经常会塞车 因此有机车族会利用左转车道 进行执行 单一规定会被检举开单 造成困扰 向议员提出陈情 这个路口因为是一个平衡的车道 也就是说有两道执行两道左转 那民众的这一个陈情 他们主要认为说 第二个左转车道 常常会有车辆需要执行 因为其实在执行车道的最右侧这边 常常会有车辆占用的情况 可能店家要上下货或者是有排班计程车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实际上这个执行车道大概只有一个半的车道 那左转车道的车辆相对比较少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在第三个车道的所谓专用的左转的这一个车道 能够把它改成执行同时可以左转 但因为交通处担心机车的左转跟执行的汽车会在前面路口发生差状 因此我们建议我们交通处去研议用预告的一个方式 那同时也参考看看外线市 尤其是双北 有没有办法在第三车道的部分 让机车警线执行 而不会产生这个车辆交织这样的一个危险存在 那也感谢交通处同意在一个月内研议完成 交通处这边说明一下这个路口的状况 那以前在这个第三车道是配置一个直走的车道 是可以执行也可以左转 那是在我们110年的时候 第39期易造市路口有检讨这一个人儿爱山路口 那它是我们这个金融市的造势率第三名 蛮高的一个易造市的路口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考量在那时候因为配置了直走车道 那发生了大概总事故里面一半左右的一个左转车车道事故 所以那时候才研议把它改善成了 两个左转的转车道跟两个直行的转车道 那今天既然有这个执行车辆的需求 那我们交通处或许会再来研议一下这个管制措施可以来怎么样的去改善 那我们同时也会在前面再找一个适当的立岗位置 那设置一个预告的标志让车辆可以在上游处可以提早的去变换车道 那先暂时解决这个执行车辆 步走这个昨晚专用车道的一个情形那以上 爱三仁二路口是基隆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尖锋时刻车流量非常大 而且行车动线也相对复杂 期盼相关单位妥善研议规划 让行车顺畅又安全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被掏空以及流失地基的孔洞 有些地方已经比一个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 比手臂还要长 这里是七鲁区马南里大城街24号住户前面 紧邻马林坑西的地面情况 危及当地住户和登山客的安全 因为这条路也是通往马林地景石石山的重要登山通道 我想日前我更会接到我们大城街 二十、二十、二十四住户代表的环英 这边里面道路是属于公有地 还有掏空、瑰劣 会影响到这边行人的安全 尤其这边的话也很多的 因为旁边就是十四山的一个登山 登山步道 那入京的人平常假日的也很多 那为了安全起见的话 耿慧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要尽速来这边献看 以寻求解决方案 以便这边维护这边出路的安全 尤其这边的住户 市议员张耿辉接到住户 成情后特地到现场关心 呼吁市政府相关单位 要重视这个问题 尽速改善 务必维护住户和民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连续的民进党有这个计划 不断的在进行一些策反 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及立委林佩祥 三人亲自出面 针对进来坊间 谣言四起 公开说明 破除谣言 扭曲了所谓的罢名制度 说什么罢名我 副市长可以补证 就是扶证 这都是民进党 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策略 这两个策略 目的都指向一件事情 就是分化我们有史以来 在基隆最合作无间的团队 我想国人朋友 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因为刚好今天有人传给我是在 这个小草群组里面 就说了 说这个我们要让我可以做正的 让这个 所以要罢免谢国良市长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政务官 都是市长任命的 当市长被罢免的时候 我们是团进团出 我也跟着被罢免 所以完全没有存在那样的理由 我觉得非常可笑 所以一定要出来做一个 很清楚的说明 市长谢国良认为 是民进党不断进行策反 希望民众能够看清楚 我们财政的改善的程度 在去年112年 是排全国县市组的第二名 而且我们的年度预算的编列 以及执行 在前一年的税入 都有更加的提升 所以在国良主政下的第一年 人口提升了 人口提升了 税入提升了 再不减少了 这个就是事实的情况 但是呢 就好像有民进党团 为了罢免 就会挑一些 一些毛病 一些问题 在10月13号之后 我们也有预计 在每年的第四季 我们都会邀请罢免团体 来派代表 来市府演讲 跟我们进行对话 而且只要我再任的一天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 跟罢免团体这样子的 一个相关活动 所以基隆文事我都会关心 我会帮国良市长 因为他在帮基隆文做事 就这么简单 如果今天谁做得好 我不会令于说赞美 可是谁做不好 我必须战书来讲 我不同意罢免 因为我不想看到霸凌的人 能够嚣张 我不同意罢免 因为我自己知道说 如果我姑息这些霸凌的行动 下一个可能不会只有我 任何跟他们不同意见的人 都会受到这样的霸凌 都会受到这样的跟骚 针对市长谢国良出面辟谣 民营党议员张志豪 张浩瀚及郑文庭 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对于谢国良市长 在10月13号之后 还会不会当市长 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更不会觉得 他卸任之后 会谁来当市长 谁不来当市长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 我们民进党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希望在下一届的市长选举 也就是2026年的市长选举 一举的赢回市长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唯一思考 跟努力的目标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在思考 补选怎么样 或者是谢国良市长 他卸任之后 谁要接任谁不接任 这些东西 老实讲 国民党里面人才积极 又不是只有邱佩玲副市长 一个人可以取代 可以取代的人这么多 有意愿的人也很多 我们根本不会去思考 谁应该谁不应该 谁想要谁不想要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 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现阶段 基隆市政要怎么样改善 因为不管怎么样 现在到10月13号之前 谢国良就是基隆市长 谢国良说基隆市的一个税入增加 但是主要都还是来自于中央一般性补助款 给予基隆市更多的一个支持 另外针对于他说执行率的一个部分 其实大家也可以从审计室的一个报告 明确的看了出来说 针对于一些社会面向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执行率 真的是全台湾排名吊车尾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谢国良市长 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心 说这是优势以来最好的一个表现 我相信包含了在5月 民调的一个资料就可以显现的出来 其实市民对于整体的市政状况 跟预算执行的状况 都还是感到极度的一个不满 所以如果他只能用自己看到好的部分 然后认为说基隆就是好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基隆市政的 未来整体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谢国良市长你到底在怕什么 什么叫做你随时都会找霸凉团体来沟通呢 你把人家当作机器人 把人家封锁 这叫做沟通吗 所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双方的意见彼此并程 让全体基隆市民都能够清楚了解彼此的主张 最后做出正确的一个决定 金融市长罢免案预计在10月13号正式投票 蓝绿阵营各自表述 希望让选民自己判断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其实 喂 苏喜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在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引法据点是什么 金融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个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부 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先你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中文字幕提供 市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我來把它翻開 哇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月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资深蚊虫 不制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 然后这样创业超过20年 其实非常诚恳实在 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台湾精神发挥得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子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 今天就是来到这个中正护生事务所这边 来签署我们的公办的电视辩论的议员表 那我这边也邀请我们的谢市长 一起来站到我们的辩论台上 一起针对我们市政的问题 来做一个公开的说明 让市民可以厘清 我们现在基隆市政府到底面临了什么市政疑问 山海公民差量行动团体领行人戴景安 亲自签下同意参加电视罢免说明会 针对市政府觉得跟Net之间 他们是四连胜 认为罢免理由不成立 差量团体这样回应 市政府这边的眼光相对狭隘一点 因为光是我们提出的罢免理由 就是不止那个所谓的行政 行政程序不正义这件事情 那关于东安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以来提出的就是程序问题 这件事情而不是产权 我相信任何有经营过所谓的OT案的话 都会明白T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而不是一直以弄我们的基隆市民说 市产这是市产或是什么样的产权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成立了 针对国民党议员说 罢免案要花上2500万元 认为是在浪费纳税前 拆量团体正面回应 我觉得2500万这个说法是有点导音为果的 因为如果市府团队 从一开始就愿意来解释民众的诉求 那这半年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解释 那就不会到最后的罢免的成立 那相对于2500万来讲的话 我们把市府的所有花费一致裂开 会发现2500万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拆量团体强调 市政府应该正面回应罢免团体 提出了疑问 提出更有力的证据 而不是操作成政党对立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立委林佩祥到台北车站发文宣的举动 被市议员张之豪质疑 是准备为市长谢国良被罢免后的市长改选铺路 我们只希望林佩祥委员能够吃相优雅一点 让谢国良市长好好的做 那现在他的这样子的动作确实是 都让大家为他感到捏了把冷汗 那也希望说佩祥委员可以缓一缓 让谢国良市长一路做下去 强纳森 有一天会是你的 但不是现在 对此立委林佩祥也回籍 在基隆市议会时期的老同事张之豪议员表示 佩祥在市议员时期 就一直在车站关心通勤族的问题 尽全力协助改善解决 反而是张之豪议员如果想要为补选市长 或是补选立委做准备 他都祝福 也鼓励张之豪在党内初选时要多加油 之豪他想选市长 他想去参加补选 不管是市长补选也好 还是立委补选也好 我祝福他 我们当然祝福他 人有上进心是好事 但是 已经是心有所想 才言有所见 那我给予高度的祝福 至于说 至于说我自己的态度 我是把现在 我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通行做的诚意好好顾好 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那我相信 努力会说话 我相信成绩会说话 我相信 我的想法 我的服务 我的陪伴 会给予我们 会实质上帮助到我们基隆市的市民们 不过 佩祥有信心 市长谢国良不会被罢掉 我对国良有信心 可是我也不能阻止 之豪 去争取这次 任何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毕竟他 他也有 他如果要更上一层楼的话 他也要经过党内很多激烈的竞争 而我祝福他 高度祝福 因为他自己在党内也要很加油 林佩祥委员好像真的很喜欢去揣测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市议员尽好建都市政的工作 就是天经地义 那我们也会在每一天都把这个工作做好做满 这一场备受瞩目的时尚秀 由知名设计教父陈俊良策展与设计 共展出45套作品 整个走秀以透白粉彩和灿淫 三大主题呈现 巧妙地融入基隆城市的特色和环境元素 仔细看看 模特儿身上的衣服 配饰都是循环再利用的资源 这个废弃物它变成衣服 它最有可能的比方说 它可能可以变成蝶针 它可能可以变成项链 要经常可以穿 可以洗 有时候这些面料它的可能 就像现在很多面料用保特瓶的线红 它也叫抽成纱 它才有可能变成防止瓶 否则的话这些现有的漂流木的废弃物 它比较可能的还是只能做成衣装饰品 执照未来特展中 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咖啡渣 转化为时尚布料的创新过程 伊林模特儿走秀团队的精彩演绎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国际水准 和未来感的视觉盛宴 服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帽子上面 在衣服还有在包包上面 雨伞上面我们都有这个 陈浦老师 这是另外一个艺术家 他所设计的造型图案 然后经过我的再改造 然后用一些回收的布料 然后重新再变成一个很可爱的视频 那它会出现在服装的搭配大衣 然后或者T恤上面 还有在包包上面会出现 制造未来特展展现环保时尚的无限可能 凸显环境保护与时尚产业的结合重要性 透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民众 对于环境议题的关注 一起实现资源循环零废气的长远目标 一起推动台湾迈向2050年的近零转型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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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